相信很多朋友一定没上看过那些冠军之题材的电影吧,在这些电影中,无论是现代军事电影还是讲述二战期间的军事电影,都会出现极为相似的一幕,那就是士兵躲在一棵大树的后边,能够有效地抵挡住敌人所设计过来的子弹, 而这也让很多人非常好奇,那就是在现实中,坐在大树的后边,真的能够抵挡住子弹吗?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,使用树木抵挡子弹会有一点假,毕竟现如今各国军事力量的发展非常迅速,各种武器装备的威力往往都非常大,因此用树木抵挡子弹根本不可能。 但事实上,用树木还真的能够抵挡子弹,因为在现如今世界各国军队中,都依托树木的战术姿势,如果树木不能挡子弹,那么还用这些战术姿势做什么? 不过虽然说树木可以用来抵挡子弹,但也不是什么树都可以的,对于挡子弹的树木还是一定要求的,一般直径30厘米以上的树木,才能够抵挡如今绝大多数制式步枪的子弹,因此用树木抵挡子弹还是能够实现的。 当然,用树木抵挡子弹也并非无敌的,毕竟树木不是钢板,还是有被击穿的可能,尤其是遇到对方大口径武器的攻击时,用树木抵挡子弹还是比较困难的。 接下来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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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。